大家好,我是雷铭 很多人都会在除夕夜这一天接财神 但是你接财神的方法到底对不对? 你到底接对不对财神? 还有如果你不接财神 又怎么样得到财神的眷顾呢? 除夕夜到底应该要怎么样接财神呢? 好,那首先我们一定要知道 今年的财神到底在哪里 好,那今年正东方它是财神的位置 西南方是喜神的位置 那东北方是贵神的位置 好,那但是由于今年财神遇到死门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今年就接喜神或者贵神 一样是大吉大利的 喜神不一定代表是婚嫁 这喜神也可以代表是欢腾的喜事 升官发财是喜事 天子天丁也是喜事 那一切开心的事都是喜事 所以我们可以往西南边去接喜神 也可以叫做财神 也可以从东北边去接贵神 因为贵人就能够为我们带来财气 好,那第一步我们就找到要拜的这一个方向 好,那第二呢就是时间了 坊间有几种说法 那有的时候啊 大家会选一些凌晨的时间 但是在马来西亚呢 凌晨的时间也许有一点点的危险 半夜三点五点那些我觉得太危险了 那只要一过了这个紫时 就是早紫时半夜十二点的话 基本上都可以接财神了 那要怎么样去接呢 那如果是住在有地方产的人呢 当然我们在你的车房收拾干净 把车搏到外面去啦 有一个宽广的空间啊 那把我们的这个祭品样样摆好 那这个祭桌是有一些讲究的 最重要啊就是要四方形啊 为什么是四方呢 也代表接收四面八方的这个财气 也有天远地方的这个道理 那如果你是住在高楼的话 当然是在天台那个地方 只要看到外面的 看到天空的地方都可以接财神 好 问题来了 很多人都会问 这样师傅啊 我家的西南边是在后面 是不是我要把这个桌子摆向后面 我觉得那个就不对啦 难道有这样子往家里面拜接财神的吗 那财神肯定是从外面进来 怎么可能到法来接 那个就本末导致不合逻辑 那又应该怎么拜呢 好 我们不管你家是向哪里 总之我们的拜桌就是要向着外面 好 那向着外面举例说 你家的外面这边是西 这个是面对西边 好 那西南边呢 就会是这一项 像你这个桌子摆在那里之后 你往西南边全家诚心的拜请 那自然而然就能够接到这个财神到你家 所以记得拜桌他永远是向着房子的外面 那我们的人的像是向着贵神 喜神或财神的方向去迎接他过来 所以这个观念一定要对 当然在贡品方面呢 大家各出其招 只要有这个丰盛的感觉 有澎湃的感觉就可以了 那还有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这个重点 那就是书文 那书文上到底应该写一些什么呢 这里就给大家一个样本 那你填上去之后呢 你就要照着念 这个李家或者陈家或者什么家你们家 一心拜请牛年财神贵神及喜神来降临 保佑你们什么陈家李家还是什么家 一家昌圣贵人扶持 财源广进 事事顺利 财丁大望 神奇有之 仅此为成 这样念好了之后呢 就跟这些财神经啊 到化宝炉一起把它化掉 也代表说一家非常诚心的 把财神接回家里来了 好那在接财神的这一个地方啊 要注意以下的几点哦 这样如果他刚好是在你家的这个活车位的话 那你这个门啊 旁边这个这个拖鞋不要乱七八糟的 要把它放开去 让这个财神有位置进来 当然这个大门要打开 让财神有一个门可以进去 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当然家里啊要干干净净的 你知不知道啊 财神最讨厌的是什么呢 那只要你家里有一样东西惹他讨厌 他就不进来了 好那这里就跟你讲财神最讨厌的几件事情啦 那财神啊 其实最讨厌破旧啦 所以如果你的家破破旧旧 破破烂烂 乌七妈黑 乱七八糟的话呢 财神是不会进来的啊 所以呢在除夕之前啊 记得把家里收拾干净 那第二呢 记得他计婚案啊 所以在财神的当天啊 家里所有的灯啊 都要打开 让整个家看起来非常的明亮 那除此之外啊 就是要诚心 那在财神的时候呢 最好一家大小都一起上乡 这样一来呢 才能够表现出 你们一家人的这个诚意 再来呢 要欢腾啊 不要再接财神这里接 那里骂人 那肯定是财神不会来的啊 那当然最重要的就是热闹 那接了财神热热闹闹的 一家人坐在客厅 那开始喜愿 希望一切的好运 一切的财运 就从除夕开始 如果没有接财神的朋友 要怎么样 也同样得到财神的眷顾呢 我们可以在房子的这个西南边 东北边去做喜愿的这个动作啦 好那怎么样去喜愿呢 时间一到十二点了 你就往那个房子的西南或者东北 这个时候东边也可以啦 因为我们没有接嘛 那你也可以喜愿 如果你去接财神就不大建议 好那你就往那个西南东北 或者正东呢 去喜愿 喜那第一口旺气 希望在新的一年里面呢 你同样能够得到喜神 贵神跟财神的眷顾 所以第一选择呢 是这个东北 第二是西南 当然第三就是东边啦 那只要我们跟着以上我所讲的 那个方式去接财神的话 新陈则灵 你肯定能够得到财神的眷顾 让你财运亨通一整年